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隐藏不了 因为他对你的爱早已满满的溢出 只是不自知罢了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放不下的人 不同的是 有人会把这个人深埋在心 有人却选择重新追悔 电视剧《都听好》里面 苏明成和朱莉离婚后 他是放不下朱莉的 表面状的风轻云淡 其实心里早已翻墙到海了 离婚后 第一次见到朱莉 他深情紧张 后来朱莉要把卖房子的钱给他 他执意不要 虽然后来还是接受了 却是按照朱莉的意愿 把钱给了苏大强 当苏明成要出国的时候 也是第一时间告诉朱莉 朱莉生日 他买下了朱莉喜欢的包包作为礼物 这一切都是男人真正放不下一个女人的表现 男人要是放下了一个女人 势必对他不闻不闻了 而苏明成始终在压抑自己的内心 把对朱莉的爱放在心底 然后努力变成更好的人 虽然最后他们没有复婚 但是一个男人愿意为了一个女人 变得成熟又担当 这才是伸到骨子里的爱 其实当男人真正放不下一个女人 都会有这四大表现 是装不出来的 一 你是她的最特别 在一个真爱你的男人心里 你就是她的一切 你的一颦一笑 都紧紧牵动她的心血 你难过 她会比你更难过 你开心 她会比你更开心 只因你是她最特别的存在 正如那首歌里唱到 我想要带你无力去闹 陪你哭 还陪着你笑 你是最特别的存在 其他人没法比较 自从有了你 她的生活里都是你 别的女人不再入她的眼 仅仅只是生命当中的过客 她会记住你的喜好 习惯 懂你的小心情 小韧性 有时候甚至比你更了解自己 只要有她在 你都不用操心 因为她会定制专属你的一切 而她的终极目标 就是把你宠成一个孩子 想让有你在的地方 只存喜乐 没有悲苦 一个懂得守护你天真的男人 一定是把你当作了娇贵的公主 想在这人间烟火之中 书写你们的现实童话 二 爱你的优点 也爱你的缺点 一个真正把你放在心里的男人 会深知近无组织 人无完人 所以她会接受你的所有不完美 也许 一开始和你在一起 她是被你的优点所吸引 可相处的时间长了 她也会觉得你是常人一个 并没有她想象中优秀 但她却依然爱你 毕竟她爱你 不是因为你是怎样的人 而是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你的小脾气 小缺点 在她眼里都是最可爱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视权视美的爱情 更多的是情人眼里的包容与体调 三 只想你满心满眼都是她 心里真正有你的男人 她一定会把你视为自己的唯一 尤其是在别的男性面前 会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 哪怕你只是跟异性多聊了几句话 她也会吃醋 虽然嘴上不说什么 但会用实际行动来宣示自己的主权 更别说那些想要追你的男人 她绝对是时刻戒备者 有时候 她也会表现得很大度 是因为不想让你心生反感 其实她的内心是非常不愿意 想要霸道的希望你满心满眼都是她 四 总是想你 忍不住联系你 白月光也帮人解决过很多有关感情方面的问题 其实更加明白 男人其实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动物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找一个自己不喜欢 不在乎的女人闲聊 如果你们分开以后 她还是忍不住主动想要去联系你 无非是她在内心里仍然放不下你 想要见你一面罢了 那些在微信里无论聊得有多么好 但是现实中却从来不主动联系你 也不会约你的男人 一定不是在认真的爱你 你充其量只是他们无聊时打发时间的工具而已 心里真正放不下你的男人 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想每分每秒都可以见到你 就算离开一会儿 对她来说也是度日逐年 就像那句话说的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 是你的念想和温暖 就算她不远不近 只要你想到她 就会觉得很安定 很踏实 觉得心里有底 甚至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很笃定 我想 这才是真正爱情的力量吧 心理学有一个流派 叫完全心理学 也就是格施塔 她谈到 未完成情节 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 所谓情节 有情打的节 欲于心中 无法疏通 那些没完成的世界 没解开的情绪 卡住的能量流动不起来 像块浴血一样涂在潜意识里 爱情里的遗憾亦是如此 有些事再也无法做到 所有的情感只化为两个字 遗憾 男人放不下你 他会再没有办法去爱别人 他还是会忍不住去联系你 他经常会跟别人说起你 对他来说 你去过一下子 他却会想念一辈子 他明知道自己这样很傻 不应该 可是他就是做不到不想你 做不到放下你 余生 他只想和你白头 携手看遍红尘 这就告诉我们 一个男人 如果从不敢轻易 对你做出适当让不和妥协 也从不敢轻易 为你做出适当改变 那么只能说明 他对你并不是真爱 一段感情里 女人总是含蓄而害羞的 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往往是大胆而直接的 越是放不下你的人 就越会表现出来真心 一个男人若是时时刻刻在意你 牵挂你 愿意为了你而改变 这就说明他是真的爱你 那么 女人遇到这样对你的人 就要好好珍惜 毕竟遇见真爱不一 人生在世 所欲皆眼分 所得皆幸运 也愿你遇到一个陪你闹 陪你笑 与你共度着细水长流日子的人吧 最后我想说 如果他真的爱你 是装不出来的 见过他爱你的样子 他不爱你的时候 你一定会感觉得到 不是吗 愿你我余生所爱皆良人 所欲皆良愿 在平淡的日子里 和对的那个人一起细水长流 欢喜人生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